我在年辈做大片 现在回到祖国妈妈怀抱 天秀改造 重新做人 我是中国人 中国人 图片 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11月1号 星期一 今天呢已经是进入这个11月份了 眼看这个2021年马上就要过去了 对不对 这个呢就是一转眼的这个时间 这个全世界的武汉肺炎疫情 已经进行快整两年了啊 就是这个整个2020年 还有整个这个2021年啊 不知道这个资深的网友们 还有没有印象啊 就是狗哥呢 在去年的这个影片里说过 当时呢 就是让大家呢 一定要重视这场大的灾难啊 他呢会给全世界带来的这个巨大的影响 当时呢 这个狗哥说呢 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共 才打了这个四年的时间啊 所以呢 大家呢 依据这个时间上的标准 就可以评估一下 武汉肺炎疫情这场大的灾难会给全世界带来的这个超大的影响 到现在这个武汉肺炎这场大灾难已经是持续这个马上就快两年了啊 估计呢在这个明年呢还要继续至少呢还要再折腾这个一年特别呢是在中国 所以呢这个中国的网友们 所以呢这个中国的网友们 大家呢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这个心理准备啊 那中国之外这个全世界的状况怎么样啊 在这个现代文明世界基本上这个疫苗愿意打的基本上都已经打了啊 能打呢都已经这个打了啊 他采取的这个防疫措施呢就是这个要求民众在公共交通或者说呢在其他一些地方呢戴上口罩也就是这样了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武汉肺炎这个东西慢慢的当成这个普通的流感来对待了啊 用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愿意接受的一句话讲就是这个跟病毒共存 这个呢就是现在文明世界的这个方式啊 其实除了这个中国之外啊 整个世界他都是采取这种方式啊 因为你只能是这种方式啊 因为这个病毒呢 他不太可能在这个地球上会这个突然消失会这个完全清零 大家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像这个流感病毒 他呢也是没法清零的 对不对 流感病毒每年在全世界造成的这个死亡病例也是这个很多很多的啊 你如果说按照现代文明世界的这个标准 你统计一下每年这个流感病毒在中国造成的这个死亡病例 那这个数字你如果说乍看一下呢也会是触目惊心 这两年中国粉红们啊经常挂在嘴上的就是说这个美国啊 武汉肺炎是不是死了这个好几十万 这个呢就反映出来美国这个应对呢是很失败啊 是这个超级失败 那相比较之下就反映出来中国这个应对呢是这个很成功很厉害 但是呢狗哥要说呢如果说按照美国他这个统计的标准 中国每年因为流感他导致的这个死亡人数 那这个呢也肯定会有好几十万人 这个呢还是保守的估计啊 但是这个中国官方他每年公布的这个流感死亡病例是多少 你像在这个2018年中国国家卫健委他公布数字说这个流感在那年啊只造成了153个中国人死亡 大家说这个是不是又在斗这个中国人在玩啊 其实呢也是在公开挑战全世界的智商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中国的粉红们你就不要再拿美国武汉肺炎死这个好几十万来说事了 这个呢只能是显示出来你们的无知 对这个真实的世界啊是一无所知 这个脑子啊真的是都被这个强坏了啊 另外还会显示出来你们这个没人性啊 在这呢狗哥呢是多说了两句啊 今天影片开头的这个视频是最近这两天中国警方他放出来了啊 大家都看到了 据说呢这些呢都是被这个中国警方从缅甸抓回来的啊 或者说是这个怎么着弄回来的啊 他们是这个在缅甸专门搞网络金融诈骗的这个中国人 他们的这个诈骗对象也都是中国人包括在中国内地的还有在海外的这个中国人 所以呢中国警方呢就要求他们这个集体的喊口号啊 要重新做人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在这呢狗哥必须要说中国人要是真不骗中国人 那这个呢就见了鬼了啊 这个道理呢就跟另外一句这个鬼话他是一样的 就是传说中的这个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这个很多的中国网友应该呢都会跟狗哥一样啊 都会认为这个自古以来骗中国人最狠的 自古以来打中国人最狠的 其实呢都是中国人自己对不对 这点呢狗哥呢就坚决不接受这个反驳了 狗哥认为呢如果在将来真有那么一天啊 就是中国人呢不专门骗中国人了 中国人不擅长打中国人自己了 那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可能就这个真的进入这个现代文明了 狗哥呢经常讲这个现代文明 现代文明其中的一个含义呢 就是大家最基本的这个起点啊是一样的啊 大家最基本的起点都是一个人啊 不是说你这个最基本的起点就是这个中国人 或者说是美国人或者说是这个东朝鲜人 所以呢中国人什么时候首先能有这种观念了啊 就是在我眼里啊 我观察到的我面对的我交往的这个对象呢 他首先是一个人啊 而不是说他首先是这个中国人和或者说是外国人这种概念 你如果说有这种观念 那就可能是这个进入这个现代文明了啊 既然我观察和交往的这个对象都是人 那大家呢就都是平等的啊 那我即便是要骗他们的钱 也要这个平等对待一视同仁 对不对 你就像在缅北或者说呢 在世界其他地方搞网络诈骗的这些个中国人啊 如果说他们能够不分国籍 不分种族 普遍的进行诈骗 那这个呢就可以说 他们是进入这个现代文明以后的这种诈骗 但是呢在实际上 这些搞诈骗的中国人 他们唯一的这个诈骗对象啊 就是他们的这个中国人同胞 所以呢这个呢反映出来 这个中国人啊整体上还处在这个野蛮和丛林的社会啊 中国人呢还是这个最擅长去搞熟人 最擅长去骗老乡的这种相爱相杀 这种弱肉强食的这个社会 所以呢这个呢也反映出来 中国这个社会它的落后 即便是在搞诈骗这方面 他呢也是很落后的啊 这些中国人什么时候他敢去这个骗美国人了啊 他敢去骗这个德国人了 并且呢他有能力去骗这些洋人了 那这个呢才能说明中国人是这个真强大 真厉害了啊 像现在这些中国人他还是只骗中国人 他还是只能骗到中国人 这个呢他只能说明中国人啊 在人性这方面几千年以来到现在 他并没有发生这个本质上的变化 那免被这些返回中国的这个诈骗犯 狗哥呢待会呢可能会再说啊 这个呢跟中国他现在的疫情呢也有一点关系 现在说一个这个关于中国疫情的最新的也是非常魔幻的一个状况啊 就是很多在北京之外的北京人他们这两天是突然发现他们回不去这个北京了啊 他们是非常魔幻的这个回不了家了 北京这个呢大家呢肯定都知道啊 这个呢他是中国最牛叉的一座城市啊 是这个伟大中国的首都 是这个帝都啊 那生活在帝都的人一般来讲呢 也都是这个很牛叉了啊 比这个中国其他地方的人呢 都要这个高人一等的啊 毕竟是生活在这个天子脚下 对不对 北京户口 他在中国的这个含金量呢 已经是快赶上这个东朝鲜这个平壤户口了 而且呢在这方面呢 他正在加速的赶超 这个呢是狗哥对帝都北京的一个判断 但是呢现在这个作为很多家在北京的人 他们突然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非常魔幻的状况 狗哥呢先说两句 北京人这个概念啊 就是在北京存在的关于北京人这个概念的一些争议 这个呢很多网友呢肯定是不知道的 按照这个现代文明的标准 一个人他长期生活在这个北京 他呢就可以说呢是北京人啊 是北京居民啊 甚至说呢 我哪怕只是在北京租房住啊 生活几个月 其实呢就可以说是这个北京居民啊 当然了这个呢是按照现代文明的这个标准的 那在现实中的这个北京 现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啊 什么样的人才会被称为这个北京人 这个问题呢 它其实是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啊 它是涉及到在北京存在的一条这个歧视链条 首先你至少啊有北京户口的这个人才可能会被看成是这个北京人啊 就是这个人的户籍呢 它至少呢是要在北京 你如果说连这个北京户口都没有 哪怕你在北京再有钱 你在北京呢有再多的这个房子 你在北京呢当这个再大的老板 那他很多这个纯准的北京人 看来呢 那你呢还是一个外地货啊 你根本就不能算是这个北京人 然后这个虽然有很多人 他们的户籍已经在北京 他们有这个北京的户口 但是如果他们的这个身份证号 这个号码不是110开头了 那在很多这个纯准的北京人看来呢 这些人呢也不算是这个北京人 所以呢在这个纯准的北京人看来呢 你首先要有这个北京户口啊 然后你这个身份证呢 也要是110开头了 你这样呢才勉强啊 可能算是这个北京人 再然后你这个身份证110开头呢 其实呢也还不太够 那你最好是这个祖上三代 都是土生土长在这个北京 你这个呢才算是这个纯准的这个北京人 所以呢按照这个标准 其实现在这个中国的最高领袖 习近平他呢也不算是这个北京人 习近平他虽然是出生在北京 但是他的父亲习中勋 应该呢是出生在这个中国的陕西省 所以呢在纯准的北京人看来 习近平他不能算是这个北京人 那即便是这个祖上三代都是土生土长 是生活在北京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最保险了啊 是不是就这个肯定可以非常自信的说自己是北京人了 狗哥要说呢这个呢还不够啊 你最好是这个祖上三代 再往上数 你是这个奇人 是这个大清的满族人 那这样的话你才可以最理直气壮 最自信 说自己是这个北京人啊 是这个纯种呢 这个老北京 如果说你这祖上啊 再查出来 你是属于这个上三旗的旗人 你在这个脑门上有这个通天文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最牛叉 最纯种啊 最不容置疑的这个北京人了 在全中国不论到哪呢 都应该是这个高人一等 所以呢 通过这条在北京很多人那都存在了这个歧视链条 大家呢 应该呢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作为北京人 特别是纯种北京人这个牛掰之处 当然了这种歧视呢 他只是存在那些自认为是纯种北京人的那种人的这个脑袋里啊 狗哥在北京生活的那些年呢 感受到的那时候的北京 基本上还是这个比较大气的啊 是海纳百川的啊 没那么狭隘啊 但是呢 狗哥呢 也观察到最近这些年 北京呢 他变得不太一样了啊 他这个变得是越来越敏感 越来越小气 开始这个加速的去追赶这个平壤了 这方面这个具体的情况 今天狗哥呢 就不详意的说了 说一个这两天 北京发生了这个最新的情况啊 就是很多暂时离开北京的人 比如说 他们到中国的其他地方去出差 去这个探亲访友 或者说呢 是这个呃 去干其他事儿 但是呢 他们的家在北京的人 现在呢 他们突然发现 他们暂时没办法再回到北京了 这个呢 最开始是中国微博上的一个大V 叫吴老斯啊 他是写了一篇文章 叫这个出京后回不了北京 死循环 那他的这个文章呢 一下子就变火了 因为这个呢 引起了很多 有同样情况的这个北京人的共鸣 然后这个中国舆论呢 就突然发现啊 竟然有这么多这个北京人 都有同样的这个状况 那这个呢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这位吴老斯就说呢 首先是他的一位同事去山西省出差 但是呢 在计划返回北京的那一天 具体日期呢 是这个十月二十八号啊 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四 他这位同事就发现呢 健康码呢 突然变成了这个无法确定的状态 显示不出来这个绿码啊 然后他刷这个身份证 也进不了这个高铁车站 这样呢 他即便手里边有这个高铁车票 他呢也坐不上高铁 也回不了这个北京 然后他的这个同事呢 马上就去做这个核酸检测 又退掉原来的车票啊 想重新买这个另外的 要回到北京的车票 结果呢 他发现这个连重新买票都不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吴老师的这位同事呢 就没办法回北京了 吴老师本人 他虽然是知道了这个情况 但是他还有这个 他的另外两名同事呢 还是离开北京去山西出差 结果呢 果然 他们在山西呢 也没办法购买到返回北京的这个车票 然后呢 他在微博上就反映这个诡异的情况 结果呢 就收到了很多来自北京网民的反馈 说这个很多 不过在外地的北京人呢 现在都是这种状况啊 就他们手机上的这个健康宝 这个什么形成码都是绿的 核酸检测也没问题 但是呢 就是买不了返回北京的这个车票啊 应该这个飞机票啊 也买不了 所以呢 他们就没办法再返回北京 那突然出现这种诡异的情况 是什么原因啊 可以肯定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这个中国最新的这一轮疫情啊 也包括北京这个最新的这一轮疫情 他导致了 这个吴老师他的文章里说呢 这个呢 可能是北京应对疫情管理 导致了一个死循环的情况啊 就是因为北京他本身有疫情 所以呢 北京本身就成了这个中高风险地区啊 那北京他应对疫情呢 他呢 按规定呢 又要限制从这个中高风险地区到北京的人 不允许他们再到北京 这样在外地的这些个北京人 就在系统里啊 被北京当成是从北京这个中高风险地区来的人 所以呢 就不允许他们到北京 这个呢 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这么一个状况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啊 在中国墙里边的网友们都会对这个健康买啊 对什么行程买啊 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所以呢 应该会对北京这个诡异的状况会更能理解一点啊 其他这个从来不知道中国是健康码是什么东西的网友们 可能呢要这个稍微仔细的琢磨一下 才会明白这个魔幻的这个状况啊 今天这个北京市官方他又发了一个很魔幻的这个信息啊 就是专门针对正在北京之外的这个北京人 一个呢是说这个如果这些北京人他们跟在这个中国其他地方的确诊病例有时空重合的情况 那这些北京人呢就必须要主动报告就地隔离 在这就出现了一个时空重合这么一个这个比较魔幻的这么一个概念 另外一个情况 北京官方呢他就是要求目前正在北京之外的北京人要暂缓返京啊 就是要求他们呢暂时不要回到北京 狗哥认为呢这个呢应该也是吴老斯啊 这些北京人他们现在不能返回北京的这个主要原因啊 就是北京呢不允许他们返回去 所以呢这个官方呢就在各种系统里啊 是设置了让他们买不了返回北京的这个车票和飞机票 所以呢他们就没法再回去 那这些北京人他们要在外地要流浪多长时间 狗哥估计呢可能至少需要14天的时间 所以在现在这个帝都北京啊 他实际上又是处在一种这个封城的状态啊 在外地的北京人自己都回不去 那这个纯种的外地人现在更是这个基本上不可能再去北京了 对不对 这个呢就是又处在这种封城的状态了啊 这个呢就是中国人都很自豪的这个中国式的抗议模式啊 他是完全没有这个任何可预知性的 每一个人一不小心就会成为那个代价 最近还有两个这个很魔幻的中国这个应对疫情的新闻 一个呢是出现了黑龙江的黑河市 当地的官方呢把这个所有有黑河户籍的人 把他们的健康码呢都强行变成了黄码 即便是这些人他们的肉身不在黑河 他们的肉身在海南或者说呢是在北京之内的 那这些有黑河户籍的人他们的健康码呢也会变黄 这个呢就是完全不讲道理的这个一刀切啊 跟这个刚才说的北京这个治理模式它是一样的啊 你只要是在外地的北京人一律不允许返回北京 这个呢就是一刀切 还有一个一刀切是发生在江西省的千山县的 在10月30号啊 也就是前天这个千山县官方 他是把全县范围内的这个红绿灯呢都调成红灯 用这种方式来减少这个车辆和民众的出行 要控制这个疫情啊 因为他的这个做法是显得这个太粗暴太懒了 所以呢就遭到这个中国舆论的嘲笑还有批评啊 据说在今天这个千山县的官方呢 就改变了这个做法啊 把这个红绿灯呢又恢复了 所以呢中国式的这个应对疫情啊 他就是各种非常魔幻的去折腾人 所以呢在这个昨天这个在上海迪斯尼乐园里 他稍微是显得比较有人性的这个折腾了一下 给这个几万人做核酸的同时呢放了个烟花 结果呢就让中国舆论是感动的不行不行不行的啊 这个呢也能说明啊 就是面对这两年的这个疫情 面对这个各种折腾 现在这个很多很多这个中国人在心里啊 也是这个非常非常累了啊 也快到一个极限了啊 这个呢就说明其实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啊 他没那么自信也没那么自豪 好了今天就聊这么多啊 怎么说呢 那狗哥呢讲这么多呢 就是希望在中国墙里边能够有更多的中国人 能够能够稍微的这个思考一下啊 就是是不是中国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啊 那这条路是不是就真的是非常值得自豪的啊 好了今天就聊这么多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啊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